耳鸣可以吃什么要根治 我问了一个大难题是不是 这大难题 通常我不建议吃药 不建议吃药 太好了 我们听众很有这些药 我们的出生以后 听觉的细胞的数量 就是固定的 它会随着年纪 就一颗一颗的减少 但一旦减少到某一个程度 就开始影响到我们的听觉 那在目前的医学上 还没有办法 让这些细胞重新再生 所以肝脏可以再生 但是听觉神经还没有办法再生 目前还没有 跟变了新的女友一样不回来了 回不来了 胃食道逆流其实造成的原因 常常是耳咽管功能的问题 它也会 它会跑到咽喉上来 甚至于到高到鼻咽的位置 它就会去影响到耳咽管 同时就会去影响到 造成这个所谓耳鸣的这种症状 天哪 你胃酸也冲太高了吧 不要怀疑 这个很常见 真的假的 非常的常见 所以是这样平躺的时候 那个胃酸涌上来 也会上来 很多的情况其实是自然老化 应该就是要用声音疗法 而不要用药物疗法 清音乐 广播 绝世 流水声 对对对 瀑布声音 大概八九成以上的病人 就可以改善 低群跟 凝性 药吃吗 OK 刚刚讲的 我不会十个都不给药 它的依赖性很大 而且它一来就说 它觉得服用这个药物 它自己自我的感觉很好 还是会有少数的病人会使用这些药物 耳鸣这件事情因为太普遍了 所以在医学上我们不会把它直接就说 你就是有发生脑中风 甚至于耳中风等等的风险 哈喽大家好 我是诗伟 欢迎收看诗伟爱健康的节目 节目一开始 邀请大家呢 动动手指头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还有开启小铃铛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 我们邀请到的是 新店更新医院耳鼻喉科的主任 我们要来欢迎的是 陈振文医师 医师你好 诗伟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医师今天要来到我们的救星了 是 因为呢有很多人呢 都在抱怨说他有耳鸣的问题 常常晚上睡不着 心情也会不好 又会失眠 但是耳鸣似乎又没有根治的方法 到底耳鸣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先请医生来跟我们聊一聊 耳鸣其实有分急性跟慢性嘛 那我想大部分人是 应该是慢性这部分是不是 急性的比较少一点点 OK 急性通常释出必有因 就是说 而且大部分是单边 那如果时间很久的 很多都是两边 对 那么短时间的意思 一般在医学上我们会定义大概是三天之内 是 就突然发生 突然发生 对 可以捡唱 刚好站在喇叭前面 对 动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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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去风炮 对 然后隔天回来 哇怎么就开始耳鸣了 这种是属于比较急性的 另外一种急性的很多人会担心是不是有所谓耳中风 脑中风这些可能性 因为大家最常问的就是耳鸣接下来会不会就是耳中风脑中风了 对因为耳朵的构造 基本上它是一个末梢的循环 所以通常耳朵出现症状 包括耳鸣当然很常见 还有听力的损失啦 耳朵的闷腮感啦 或者是甚至于有一些 眩晕的相关问题 这些其实都是在告诉我们 我们的循环很有可能 在末梢出了一些问题 如果你本来心 这个身体上就有一些 慢性疾病 心血管脑血管的一些风险 包括血压血糖 胆固醇血脂肪等等 如果有这些问题的话 当然特别是单边出现症状的时候 我们也要特别的小心 它有没有可能 未来会进展成一些更严重的 心血管脑血管的疾病 但是耳鸣这件事情 因为太普遍了 所以在医学上 我们不会把它直接就说 你就是有发生脑中风 甚至于耳中风等等的风险 我们不会把它直接当作是一个 风险 因为它太常出现了 很多年轻人 其实都是因为噪音所引起的 OK好 所以它可以是中风的一个警讯之一 你有慢性病时 你搞得去检查 对不对 但是如果一撇除那个因素 应该就会好很多 我看到我们的摄影师一直戴耳机 我觉得这是一个职业性的伤害 所以一直戴耳机 尤其是这种耳塞四耳机 现在年轻人好流行AirPods 这个常常将塞的耳朵也容易会太长听音乐而造成耳鸣吗 没错 因为我们耳塞是耳机 它会让我们耳部的共鸣特别加大 而且它会在某一些特定的频率 特别是高音的频率 会造成耳朵的细胞的伤害 这些细胞的伤害一旦累积了一段时间之后 就会往前进到我们的听觉神经 而导致这个听觉神经的一个退化 造成听力的损失 听觉神经一旦退化 有可能可以修复吗 目前为止还没有办法 真假的 那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退化的 OK年龄是一个很重要因素 有些人是先天性的遗传性的问题 再来就是后天的话 就会以刚刚我们稍微提到的 就是跟这个血液循环 还有噪音这两个因素 那当然疾病也是一个原因 医师的责任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帮病人 去排除一些可以解决的疾病 好 所以呢如果你是急性的耳鸣的话 大约多久之内就可以有 OK一般我们建议还是一个礼拜内 能够尽快的就医 做一个听力的检测 那么如果医师在诊断之后 有认为这个是有机会可以恢复的话 一般在一两个礼拜的药物治疗 有可能就有机会会恢复 太好了 那么三个月到六个月都有医师在提 我们是设一个停损点 一般刚刚提到这些急性发作的问题 很多都是单边的症状 所以单边一旦受损 三到六个月之内没有恢复的话 其实医师就设定一个停损点 可以告诉病人说啊你下一步 你该做的是要好好保护你好的那一边 OK好 所以呢 当我们的耳朵出现耳鸣 并不一定大表示耳中风 不一定 但是呢 如果真的是慢性耳鸣的话 医师也要来帮我们讲一下 引起慢性耳鸣的一个原因好不好 OK 很多的慢性耳鸣 其实来自于我们听觉细胞累积的一些损伤 而导致这个听觉神经的一个变化 就白色的这个部分吗 这个就是我们听觉器官叫做耳瓜 那在后面的后面的这条线 其实代表的就是听觉的神经 那耳瓜里面就会含有 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听觉的细胞 那在这个细胞累积一定伤害之后 就会往内往上进入脑部的这个部分 造成听觉神经跟路径本身的损坏 而且你刚刚有说过不可逆 对目前为止不可逆好所以大家好好的保护 但是什么样的原因会造成我们的听觉神经的受伤呢 OK最重要的还是刚刚提到的血液循环的问题 所以很多的老人家他如果有伴随一些三高的问题 这个很容易就会导致末梢循环的问题 而导致这个听觉细胞的损伤 年纪也是一个问题 年纪本来就有可能会造成听觉的一个慢慢的退化 医师刚刚告诉我一件让我好沮丧的事 医生说我们人一出生的时候 听觉神经就开始 OK我们的出生以后听觉的细胞的数量就是固定的 对他会随着年纪就一颗一颗的减少 但一旦减少到某一个程度就开始影响到我们的听觉 那么到底减少到多少才会造成听觉的损失 其实不见得每个人都一样 但是这个趋势是不变的 那在目前的医学上还没有办法让这些细胞重新再生 所以肝脏可以再生 但是听觉神经还没有办法再生 目前还没有办法 一样不回来了 回不来了 好所以你刚刚讲到一个老化的因素 一个三高的因素 还有其他因素吗 听说压力熬夜抽烟喝酒也有可能啊 OK这些都是一些所谓心血管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因子 所以他这些都会跟这个听觉的退化有一些关系 还有刚刚我们一直在讨论急性 有一些噪音其实他不是急性发作 他可能是慢性累积的 譬如说像戴耳机长时间戴 这个就是一个所谓慢性的一个累积 所以你看那个夜店DJ啊 或者是那个机场的工作人员 他们都会带防照耳机要保护的意思 对要保护 好那另外来请教一下 听说也有所谓的忧郁症的患者 以及什么胃食道逆流也会引起耳鸣 有这么夸张吗 OK胃食道逆流跟耳鸣的之间的关系 一般会透过这个叫做耳烟管的功能来解释它 然后所谓的耳烟管其实是在我们的鼻烟通 连通到我们的中耳的一个构造 它是一条管子 它正常的情况之下是闭着的 但是你在吞口水啦打哈欠啦 它就会打开 打开的同时其实它就会把空气 经由我们的鼻腔灌到耳朵里面去 产生一个平衡的压力 大家知道我们的耳膜 它是完整的会间隔我们的耳朵里头 跟外面的一个压力 但是如果没有长时间去 没有办法去平衡它的话 通常就会叫做耳烟管的功能不良 或者叫做耳压的不平衡 那么胃食道逆流其实造成的原因 常常是耳烟管功能的问题 它也会 它会跑到咽喉上来 甚至于到高到鼻咽的位置 所以它就会去影响到耳烟管 然后同时就会去影响到 造成这个所谓耳鸣的这种症状 天哪你胃酸也冲太高了吧 不要不要怀疑这个很常见 真的假的 非常的常见 所以是这样平躺的时候 很多的胃酸涌上来也会上来 好好胃酸也可能 胃食道逆流也有可能造成耳鸣 那听说忧郁症也会啊 OK很多人觉得说 忧郁症跟这个耳鸣之间 应该只是说 忧郁症本身其中一个 展现出来的症状就是耳鸣 其实它就像是在提醒你 给你一些警觉 但是它并不是造成你 这些精神上包括忧郁 包括睡眠不好 失眠等等 压力焦虑紧张恐慌 其实它并不是造成它的主要的原因 所以这个是医师一直要辅导我们的病人 去了解这个可能的状况 而是因为你有耳鸣 然后你对它 同时又有这个其他的精神方面压力的症状 刚好两个同时 两个同时间出现 而你就把它两个连结在一起 好 但是呢要请医生来告诉我们一下呢 有没有一个传说呢 哎不是传说啦 说那耳鸣喔 其实是脑鸣 这跟刚刚医生讲的 生理上的功能退化是有关系的 但这很有趣喔 了解之后 是 主要就是说 其实每一个人 你到了一个安静的环境 我们讲安静的环境 就是像那种隔音室 阿妹的录音室 哎 一走进去那个房间 你把门关起来的时候 你就开始产生耳鸣的感觉 那原因很简单 就是说背景噪音太低了 OK 那么我想观众朋友应该可以理解 就是说当我们听力退化的时候 外面的背景噪音听不到 是不是等于我们进到那个隔音室 是类似的一个情况 对对对 那么每一次进到这个 这个隔音室的时候 我们的脑部就会觉得 外界既然没有杂音 我就可以不需要太用功的工作 去过滤这个声音 他一旦停止了工作 你就产生了这种耳鸣的感觉 所以其实很多的生理性的耳鸣 是这样子产生的 所以这一支声音 可能都存在我们的日常 一直存在 一直存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只是因为平常我们在办公室 我们在做节育 我们没有感觉 对 但到越安静的地方 你本来就 你就感觉到了 尤其是当你的听神经 又退化的时候 你的脑部也就不帮你过滤了 是 本来帮你过滤掉了 像那个冷气机的滤网 我们还是听不到 但他现在既然没有过滤了 或退化了就听到了 没错 耳鸣的声音大概分为哪一些 OK 一般我们还是会分为自觉跟踏觉 自觉的意思就是说 只有我听得到 旁边的人听 听不到 一种是踏觉 就是说 从连旁边的人都听得到 怎么可能 有有有 很多血管性的耳鸣 就是这样 譬如说他血管冲击 产生的声音 有的我们拿个听诊器 在耳朵旁边听 也可以跟病人一样听到 那是什么声音可以模仿一下吗 呼呼呼呼 有的会跟心跳同步 那种叫血管性的耳鸣 有很多都是踏觉性的 那再来就是说他持续的时间 他是暂时性的 还是永久性的 再来就是我还有一种分类的方法 就是说他产生的原因 单边的啦 双边的啦 是不是有疾病的啦 还是刚刚提到生理性的 那除了血管性的呼呼呼的声音之外 其他声音他们都怎么形容呢 很多是蟲鸣鸟叫 啊 鸡 很高音的那种频率 然后持续的声音 是24小时都停不了吗 OK 随着背景噪音 当背景噪音大的时候 你可能感受就下降 如果我去吃鼎太风 我可能就听不到 对 太吵 一个人在家睡觉就听得到 对 没错 好 那医生当然最关心的一件事情 我先来问一个直接的 在讲治疗方法之前先问一下 很多人说耳鸣 如果没有治疗好的话呢 有可能会耳聋 而且耳鸣也代表听力不好 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可以请医生说明吗 耳鸣本身绝对不是造成听力损失 或者耳聋的主要原因之一 绝对不是 耳聋它的本身听觉的损失 它有很多很多病理上的原因 那么不要有一个误解 就是说好像是耳鸣一直存在 所以它会干扰到你的听力 这一点在医学上是不存在的 但是很多在我们听觉 慢慢退化的过程 或者是有疾病的因素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耳鸣 所以它是一个伴随同行的症状 所以我们不能够误解说 这个耳鸣 因为这样子其实会进一步造成 心理很大的压力 它会觉得说这个声音挥之不去 所以它会进一步让我的听力恶化 其实这个观念是错误的 这是不是有点像是 如果你的血管不好了 有可能是因为你有糖尿病 也有高血压是病型的 所以也可能我们年纪大了 有耳鸣了 然后听力也会跟着 慢慢退化 是不一样的事情 所以耳鸣不会造成耳聋 不会 不会造成耳聋 这是要跟大家特别的强调的 要厘清 对 但是耳鸣到底应该要怎么治疗呢 耳鸣可以吃什么要根治 我问了一个大难题是不是 这大难题 通常我不建议吃药 不建议吃药 对 太好了 我们听众朋友最不喜欢吃药 对 其实你排除最重要 其实医师的责任就是要排除 厘清 可能造成你耳鸣 是不是有一些疾病原因 而这些可能要透过一些听力学的检查 甚至于影像学的一些检查 来帮忙做这件事情 但是一旦确定它只是一种生理性质 没有病理存在的话 也就是自然老化的意思 也许是自然老化 很多的情况其实是自然老化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会建议你应该就是要用声音疗法 而不要用药物疗法 因为药物不外乎现在坊间大家最常听到的就是B群 银杏 银杏 群立宁这些 它的目标当然就是在改善一些末梢的循环 增加你神经的稳定 但是其实这些效果 很多人 他的诉求是说我要让这个声音消除 但是借由我们刚刚的节目 大家就可以知道说其实他每个人 大家这个上帝造人类都一样的 我们都没有特权 他本来就存在的事情 所以你不太可能让他完全去消除他 但是我刚刚讲声音的疗法 也有人把它叫做遮蔽的做不用 就是说你用一些背景的声音 因为当我们的听力下降 你越来越听不见背景声音了 这个时候你在环境当中放一点 轻音乐广播爵士 那个自然声流声 自然声流水声 瀑布声音 森林的这个风吹落叶声 等等 这个其实现在大家随手手机都有 所以你可以在睡觉前 或者你在特别安静的环境 让他背景存在声音 这种物理性的遮蔽式的疗法 大概八九成以上的病人 就可以改善这个耳鸣 对他所造成日常生活上的一些困扰 八九成很高 很高 对 所以其实大家如果有到我的门诊去看过的话 其实我十个病人应该有八九个都不开药的 意思就是说我会跟你说明说我们想要帮你的事情是什么 而不是说我为了要三分钟之内能够解决一个病人就先开药了 好 所以严格来讲他没有一个药物可以一吃马上耳鸣就不见了 因为他是生理性的但是他可以使用一些方法来做改善 那但是大家还是很好奇的运动会有帮助吗 OK运动其实就是在减少我们的这些心血管脑血管的风险 B群跟银杏要吃吗 OK因为有些的病人也许他经过蛮多的医师的一些诊断 那他也能够理解说这个疾病对他其实并没有造成严重的伤害 但是有的时候已经他产生一种心理的依赖 比如说很多的医师都鼓励他们要使用这些药物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所以我刚讲的我不会十个都不给药 有一些病人我们还是会遵从病人自己的一个感受 如果他觉得他的依赖性很大 而且他一来就说他觉得服用这个药物 他自己自我的感觉很好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其实我们就不需要去跟病人做太多的争论 就是说其实病人的感觉是最重要的 OK所以还是会有少数的病人会使用这些药物 我们最后再总结一下 请医师来告诉我们耳鸣治疗的方法 现在您在门诊当中最用到的 我想耳鸣主要第一个要分辨出他有没有病理性 就是这是医师的责任 那通常病人自己可以感受就是他是单边双边 发作时间有多久 这个都是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有稍微讨论到的 那在治疗方面目前的主流 当然如果是疾病 我们会的确是会针对那个疾病给予一些相对应的药物 但是对于一些像刚刚提到B群啦银杏啦 这些属于保养性质的药物 我们就尽可能的避免减少这个依赖 那反而是运用天然的声音环境的声音来辅助 让我们对于这个耳鸣的感受能够逐步的下降 而这样子慢慢接受的过程当中 病人大部分都可以了解 对而且你说八九层的病人对音乐遮蔽疗法的反应都是很好的 你的门诊有什么样的病人 我们不要举门诊 我们举一个最极端的案例就是返骨 返骨啊 画家大家应该都荷兰的画家 这个大家应该都不陌生 他在晚期的画作都有圈圈 对星空的时候是圈圈的 圈圈对不对 然后在他过世之前的一两年出现的事件 就是割掉自己的耳朵 OK那目前的文献 当然这个没有办法去完全证实 但是从文献当中看 很多的报告都指向 其实返骨他所经历的 不见得一定是精神方面的疾病 他有可能单纯只是一个耳朵本身 耳鸣伴随眩晕 长期的困扰 导致他产生精神方面的一些症状 而出现割耳朵的这个症状 所以这个应该就是历史上 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一个最极端的案例 那在我们的社会里面 的确是也有很多这一类的病人 但是很多的医师为了要求节省时间 就会使用一些药物 或者是使用一些比较不是那么贴切的说法 说你这个耳鸣治不了了啦 永远无法改变 打击 对因为这样子的话 其实会进一步增加 就医者的这个心理上的压力 所以我想这个大可不必啦 总是说医生跟病人之间能够合作 来渐渐改善 渐渐接受这样子的一个生理现象 有你们诊那种来看诊的 本来很忧郁的后来 就听了音乐遮蔽疗法就很开心了 对有的医师统计大概三成 会介绍他们去升星科 真的啊为什么 因为他们其实有很多 你慢慢问你就会知道 发现说他有一些生活压力 那么家庭的紧张或什么 但是其实这些因素 你如果没有跟他建立关系的时候 他不见得愿意讲 他来就是说我耳朵的问题 但是这种就是一个误解 所以你慢慢跟他聊天分析了以后 你就可以比较能够理解到 他其实心里面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所以是他的心理压力 生活压力导致他耳鸣吗 导致他对于这个耳鸣 这件事情无法接受 所以耳鸣只是他表达愤怒 跟发泄的一个方式而已 那通常医师刚刚一直不断提到 就是他的最重要责任 就是要帮你厘清 他是安全的 他是无害的 耳鸣安全且无害 对 所以这一点其实是医师的责任 对 但是如果你因此而产生 焦躁忧虑的情绪的时候 你可以也可以藉由身心科医师来做行处 其实医生还蛮耳熟能详的 还有一个是我们的台湾歌后江慧 是 从报章杂志上 其实大家也都了解到 就是说这个台语天后江慧 他在几年前就疯麦了 我想这个新闻大家应该都还有一点点印象 有 我有去看最后的两场演唱会 当然这个是他自己的一个人生的一个选择 他可能就是要选择在这样子的一个最点 巅峰的状态 巅峰的状态 来让他一切是非常的完美 那其实私底下我们大概也能够从侧面理解 也就是说其实江慧他一直以来长期是有受到这个 一个所谓耳鸣 眩晕 反复发作这些困扰 那么这个可能会在他的工作或生活上造成一点点压力 所以他会选择做这样子的一个这个丰麦的决定 的确是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从江慧的身上我学到了一件事情是耳鸣这件事情 他如果没有办法完全的消失的话 那至少你可以选择改变自己的生活形态 比如说不再那么的高压 不再那么的要求完美 然后生活轻松一点 然后开心一点 虽然耳鸣不会完全的消失 但至少心情是愉快的 是的 是吗 就完全对自己的生活 对自己的睡眠不至于造成任何的困扰 嗯 然后也不会担心说唱歌唱歌的时候 耳朵一直听到耳鸣的声音 对 好 江慧的例子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 好谢谢 谢谢医生拜拜 拜拜